- 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均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啦 酒吧新聞台-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 非要不可- 我是阿林非要不可的劉均耀- 瘦藥藥- 禮拜四- 對症下藥- 今天終於請到呢- 身體比較好的- 可以當初出來開記者會- 要去告別人- 要被人告- 的這個- 林瑞圖- 街壁達人- 我現在是被告- 我現在是因為- 職業被告- 林瑞圖- 因為我們劉班長- 瘦藥班長他交代了- 說我一定- 會讓我- 我現在是因為- 職業被告- 林瑞圖- 因為我們劉班長- 瘦藥班長他交代了- 說我一定- 會讓我- - 保證突破- 五百件被告的紀錄- 那我現在已經- 失敗- 你最近- 最近又- 又開始- 活躍在螢光幕上面了- 怎麼辦- 對 因為- 前陣子- 我們- 我們收藥班長叫我去開刀嘛- 我叫你去開刀- 你身體- 叫你去開刀的- 你身體- 受不了了- 對對對- 那我在想- 我今天早上- 我本來是- 一定要趕快來錄你- 錄你的- 你的節目- 是- 但是突然間齁- 我今天- - 接到一個齁- 真的是- 我是大概議會服務量最大的- 這我知道- 就有人陳情有一個14歲的小孩的媽媽- 男的女的- 男的啦- 男生14歲- 然後呢- 她媽媽- 就是- 帶著她就哭- 就哭到- 所以她說- 她的小孩被性侵了- 男生耶- 男孩子耶- 對- 14歲- 14歲- 等於幾年級- 就是國中一年級啊- 被性侵喔- 對- 被性侵喔- 對 - 被誰- 被女老師性侵- 還是什麼- 當然那時候我會想的- 她是被女的性侵啊- 對- 結果- 講出來以後- 是被男的性侵啊- 哇- 男老師嗎- 還是- 二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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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歲的一個男孩子- 就性侵他的小孩- 他小孩只有14歲- 啊這個男孩子咧- 這個男孩子我現在都把他找到了嘛- 找到現在去交給那個- 那個- 那個檢察官今天也有 - 特別下令下來嘛- 就是要請那個- 檢察官- 檢察官- 這麼快喔- 對對對- 檢察官- 都通報上去啊- 喔- 這麼快喔- 只是警察官啊- 哦-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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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隨機來處理就對了- 隨機來處理就對了- 隨機來處理就對了- 所以要往來一下-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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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喔- OK- 喔- OK- OK- 喔- OK- OK-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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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OK- 喔- OK- OK- 喔- OK- 林瑞圖- 你看- 要上節目我們- 也 願意來,我們都等了 等到,等到,等到 只要辦妥一聲命令傳聞,我就是準備而來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 起碼花開了 花開了 但是林瑞土最近呢,身體一好了 又開始趴趴走 我看你最近怎麼 我要在銀光屋上面開記者會 說記國洞 當年在 買關賣關的記國洞 然後呢,你開記者會,他還去跟你踢館 我一看到 我一看到這個 電視新聞,我想說 林瑞土,這個班兵實在是 他跟我說他要去養病開刀 結果後來竟然 又要開記者會 你是怎麼辦到的 不是啦 我總是要為民除害 為國除害 這國家的 這個是國家的敗類 社會的毒蟲啊 這樣會不會被告 那你要叫我完成500件被告 怎麼完成 被告不是說我們是亂講被告啊 你要這樣子 你要這樣亂講被告,周一扣人家 他就找過突破500件 沒有沒有,我絕對沒有亂講 沒有啊,因為我是有正遠距 我就提出來了 而且你看電視報道出來 紀國洞他不是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中途他來的 對 我不是很有風度嗎 好,勝豪 你可以解釋 你可以來說清楚,講明白 剛好,最好 我要請他喝茶 我也容許他 跟我請來的媒體大記者們 讓他做說明 對,讓他做說明 但是,我是決定 我是決定 決定怎樣 就下禮拜一 今天禮拜四嘛 再過四天 我要去按您申告 你要告他 而且我要帶所有的證人去 你要告他什麼呢 我要告他 要告他 告他這個 我練給你聽 我好不容易自己寫出來的 唉唷,你自己寫的喔 哇塞,你這樣律師都賺不到錢了 你還自己寫 來來來 我告他什麼 譬如是 紀國洞設有貪污制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這等案 唉,我跟你講 今天喔,那這樣子 那今天我要先做一個說明 我今天呢 要站在紀國洞這一邊 好 才能做平衡報導 真金不怕火力 那我要質疑你 你要告他 不然的話 你要告他 然後我又呢 我又這個一直只幫 對啦 當然啦 這樣子我聽眾朋友覺得說 事前是越說越清楚越明白的 好不好 那我就質疑 我就問你 好不好,你今天要告人家嗎 那你今天要講完一下 好,那你先講 你先講那個來龍去脈 你為什麼要告他 你為什麼要告他 來,來龍去脈 講一下 第一點 我們知道清朝末年的時候 有一個商人 叫做胡雪原 你有沒有聽到 喔,厲害 大商人 紅頂商人 胡雪原的 他在清朝末年 他是在 整個是在大陸 是富豪富豪雨的大 大歲人 他有錢莊 也有布莊 也有什麼莊 什麼莊都有啦 藥莊也有啦 因為他 後來他想要這個 那你知道他怎麼起雞的嗎 怎麼起雞的喔 怎麼起雞的喔 怎麼起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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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記得是 他是幫了 幫了 左宗棠還是李翁章 不是啊 那個是後面 後期他跟李翁章不好啦 他跟左宗棠一樣 他說 當然喔,等一下 還沒講完 他怎麼起雞的 他怎麼來的 他起初他家是貧窮的要命 對 後來他在一個那個銀樓 銀樓就錢莊做事 對 他去收賬收了五百兩銀子 是 他拿去給誰 拿去給一個普通的小官的道台 叫做王友林 對對對 王友林 對對對 王友林 叫林林的林 他那時候是一個小官 小道台而已 小官 因為他不是科舉出身 對對對 後來他拿了五百兩銀子 王友林到清朝的中央 做到那個北京 是 那時候叫做北平 對 他去那邊 給他買一個官 回來做到兩 那個兩側巡撫 對 浙江巡撫 所以他 他 他把他弄回 控制了 所有的上海 跟浙江之間 很多的 兩 兩 湖南湖北的 運良 草運 什麼東西 對 當然他 弧權有他的手法 可是這種買官 這種買官 買官 就造成 那表示從中國 中國的歷史開始 買官賣官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你在唐太宗時代 這種爭官之治 或是那個在漢朝的文景之治 或是在漢武帝的時代 或是在唐玄宗的時代 那時候的開源之治 還有清朝的時候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 乾隆後期不算 是 後期因為和聲賣官 很多賣官 那時候你在康熙、雍正的時代 那時候是清朝的鼎盛時期 怎麼可能可以賣官 你看看每個朝代 到了後來換官亂政或外期的 亂政的時候 開始就賣官了 然後就開始衰敗 過運就衰敗了 那台灣也是啊 以前呢 我們的總統陳水扁 他也是賣官的 市長的期間到 到達那個他幹總統的時候 陳水扁不是賣官嗎 賣了太多官了 對 也造成我們 我們的文官體制 整個問亂 對 不管是軍方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軍警界、商界 都是這樣子 教育界校長也賣 也是 校長也賣 賣官 對 所以賣官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賣官這種事情 敗壞 你一定要杜絕 好 所以紀國洞是賣官 賣官 我這邊 是什麼時候的時候 什麼時候的事情 有這個協議書 這個協議書 這個協議書是 我可以 給公給大家看的 是 你的離婚協議書啊 不是啊 我們結婚哪來籌 這是一個由陳隆懷 陳隆懷就是以前的大渡鄉長 那時候正在民國八十三年 就是民國八十三年 一月二十號 對 就是那時候要進行的 台中大渡 肚子的肚 大渡鄉的 那個鄉長選舉 是 選舉的時候 紀國洞 就是 那個 跟陳隆懷 鄉長 他們協調的那個邱創天集團 這邱創天集團 他們在做協議書 你 如果說 這一個呢 好 我們協議書這個部分呢 我來念就好 因為你的文字還蠻清楚的 就是 如果呢 由這個紀國洞呢 參與大都鄉 第十二屆鄉長的競選 然後呢 由誰呢 由這個邱創天 他來提供援助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就是說 紀國洞做 他同意 當選鄉長之後 鄉公所秘書 這個職務啊 全權由 邱創天 來推派人選 來共同參與鄉政整體的建設 然後呢 雙方沒有意義 所以見證人是陳隆懷 就是當時的鄉長 對 就當時的鄉長 哦 再來 他們的簽名 他們的簽名 有 甲方就是紀國洞的簽名嘛 跟那個邱創天的簽名 還有 見證人陳隆懷的簽名 這三個人 所以 就是說 當時 他還沒有選 他只要參選而已 但是他已經先把官先賣了 對 你要給我錢 你幫我支持我來選鄉長 對 我一選上鄉長 我就把這個秘書的這個職務 你來 你來處理 對 哦 那這個總共是 那個 邱創天先生總共拿了3000萬出來 來讓他選鄉長 不是 500萬裡面的3000萬 500萬是給他做正式獻金 是 那時候沒有正式獻金 83年啦 民國83年沒有 沒有 正式獻金 500萬那時候 已經超出了個人的捐獻 跟公司的捐獻 現在公司只能100萬 那時候沒有那個 我就不講 我不講 3000萬很多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蘋果83年 三千萬多 很大 那他總共 再來2500萬是 他剛剛沒有練到 對 如果他當年鄉長 對 這秘書之職啊 秘書職 鄉長底下就秘書了 在我們鄉公所是這樣的職位 第二把交易 第二把交易 該鄉的第二把交易 鄉長來秘書 對 啊這個2500萬 就是買這個官 啊把這個官這個證據在哪裡 這是邱創天 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是 原理公司的帳戶 邱創天 這兩條 在83年這邊兩條 邱創天 民國83年 1月 20號 然後呢 他提了 2000萬 這個2000萬 2000萬 2000萬 提出來 本人領獻 本人領獻 對 那時候的存責都還是用手寫的 手寫的 本人領獻 好 再來看一下 隔了兩天 隔了五百萬 兩天之後 再領了 五百萬 這也是本人領獻 OK 啊不是2500萬 他就是 來做說 如果他當年鄉長 剛剛你練的 有這個條文 裡面講說 這個 將來祕書之死 以防 以防 就出雙天指派 可是沒有 那我要質疑一下 因為我是代表紀國洞 對 我不是真的代表紀國洞 我要提出一種 一種質疑 是 這兩筆錢 2500萬人領出來 你怎麼可以確定他就是交給紀國洞呢 因為我有正人 喔 什麼正人 我有正人 聖人是誰 大夫當時鄉長陳隆懷 陳隆懷他當正人 對 他要出面當正人 等一下我再告訴跟大家報告 好 為什麼 我敢提出來像這樣的問題 而且 我這裡面 還可以提一個 前立法委員 張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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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檢舉 正式檢舉 就是拿錢 出來 替他拿錢出來 交個 交的一個檢舉人 檢舉人的檢舉信 在這邊 我來 我現在找這個檢舉信給你 你說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幫 張鵬成 張鵬成是幫 幫這個邱創天去領錢 交給季國洞嗎 不是 邱創天要親自領 他是親自領嗎 對 親自領 那季國洞拿錢 就江鵬成幫他拿 喔 現在他們都起來 江鵬成幫他拿的 幫季國洞拿的 幫季國洞拿這個錢 拿這個 當 他們都通通在場 不是幫他拿錢 就是 邱創天交給季國洞 季國洞就交給他 喔 那時候江鵬成等於是幫 在季國洞身邊 當初他是幫季國洞 他身邊好像他的隨父 還是什麼 不是隨父 他的朋友 朋友這樣就對了 所以他出來 他有一張 江鵬成的一個 的一個爆料 是不是 他上面所講的是說 當年 季國洞為參選大都鄉長 為了獲得金援跟支持 然後用這個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的職務來做為交換條件 那 收受 可是 他沒有講說是 他 他會出土作證 就是因為 他是接這個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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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寄完交給他 幫他提 以前2500萬很重耶 那幫他提這個錢 所以他 可是他 他這樣子 他做人證就對了 不是 只有這樣 邱創天已經過世七年了 邱創天也為了一個槍制案 裡面 就是 他後來 走私 這個槍制案 被大陸的 那個監獄 關了 關了 很多年 所以邱創天 邱創天 這個人 給錢的人已經死了 是啊 那現在他交給他的太太 藍秀花 藍秀花 藍秀花也要出面 那太太也證實這個事情 對 然後江鵬堅 就是拿當時 江鵬成 不是江鵬堅 江鵬成 江鵬成 江鵬成已經過世成先了 江鵬成 第一屆的黨主席 江鵬成是大度相名 他當年 是募集這一個交款 的一個 不是 不是 他等於募集嘛 對 邱創天把錢交給 不是那個募集 是眼睛看那個募集 你要講清楚 募集者嘛 對對對 幫忙拿錢 提錢的 對對對 所以 所以你這樣子 可是好 我要開始質疑你 去安寧申告 我要質疑你 那天紀國洞 他有當年去踢館 他有講說 這是當年的事情 民國83年 而且有人提告了 說這個事情 沒事了 他說87年提告 對 87年 對 他就先講 他說沒事 對 我說這個如果有人告你 對 沒事 那請你拿地檢署檢察官的不起訴訊書給我 看一下 給民體看一下好不好 這應該的 對 他拿不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還沒有人告 沒有人告啊 沒有人告啊 後來因為我去查 喔 我到整個去查那個 網站 對 我也去查那個 所有的那個 台中 那邊的 因為他 他屬於台中 台中的那個地檢署 司法機關 對對 都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人告他 好 那我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繼續來 檢視 林瑞土跟紀國洞 這個 麥官案呢 我們看看 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就我們看